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荣誉网乐学院 本节课来继续的给大家讲解 这一款女童连衣裙的推板方法 那接着来推礼布 那面部已经推好了 礼布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些点拷贝过来 把相应的点拷贝过来 选择点拷贝工具 先把后礼身拷贝过来 以及领宽和肩宽 那侧面这个点是胸围 所以把胸围拷贝过来 以及下面的胸围 拷好了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两个点 那领贴这个高度 我们一般不给它推 所以也给它往上推一公分 让这个后领贴的高度不变 所以在竖子方向写上一公分 推好了之后 检查一下这些弧度 那这弧度都可以 这样子呢 上半身的礼布就推好了 推好了之后 再来推下摆 那下摆的话 礼布的下摆跟面部的下摆 弧度没有这么大 所以让我们推法就要修改一下 首先先把后中推码量复制过来 然后再来推侧缝 那侧缝的话就直接给它往右推一公分 然后加长三公分 接着再选择要素皮形焦点工具 框选侧缝 下摆的点 然后再左键单机侧缝 左键单机下摆 把侧缝给它调顺 调好了之后 先检查一下腰结之间的长度 然后再测量一下下摆 那下摆总共是推到2.73 这边量还有点不够 所以我们再给它调整一点 那只差了0.2 那我们也可以不用给它调整 然后再调整一下腰结 那腰结我们先看一下 最小的两个码 腰结只推了0.5 所以下面的下摆腰结也给它推0.5 那就在数值水平方向写上负的0.5 推一半 推好了之后再来检查一下长度 那这样子的长度就一致了 接着来推前片 那前片的下摆跟后片形状是差不多的 所以可以直接拷贝过来 选择左右对称 把侧缝拷贝过来 以及下摆 推好了之后 再来推前片上半身的里布 那前片上半身的里布 我们可以也拷贝过来 先把领宽拷贝过来 那前片因为 前片因为它是左右一样的 所以这边要直接写 完全相同 然后再拷贝 以及领深 和肩宽 那侧面这是胸围 所以把胸围拷过来 以及下面分割片的胸围 和下摆 那下摆注意这边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先拷贝过来 再修改一下 推好了之后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上面这个分割片 那上面这领贴 高度我们也不给它推 所以领深往上推了0.5 那下面的分割线 也往上推0.5 那里布也往上推一个0.5 推好了之后再来调整一下 下摆 那下摆 后片往下推1公分 所以前片竖指方向也往下推1公分 推好了之后再来检查一下长度 测量一下前后分割片的长度 以及下摆 以及下摆 后片的腰结 后片的分割线 和尖缝 那这样子长度都一致 那就可以了 调好了之后 我们最后再来调整一下尖缝 那尖缝推出来一般要让它平行 所以选择距离平行点工具 框选尖宽 在左键单记下尖鞋 再点确定 把尖鞋调平 前片也同样的调整一下 以及礼布 和前片的礼布 那这个版就完成了 本节的内容就到这里 再见